这一部分 那个小提琴手会上台吗 嫂子上台吧 嫂子 上台 今天 今天是小于浩老师的揭秘舞台 你们夫妻双双给她借多好 对不对 来了 多漂亮 我们好像是大兴的西瓜节 来吧 展开吧 太多 从何聊起呢 陆 从你身边这位说起来 你们恩爱的故事 让我们羡慕 其实没啥好羡慕的 就是 其实我们两个在等一个标准的舞台 就是一个表演的舞台等了很久 我还真的非常自私地说了一句话 咱们什么时候相遇呢 要不要等我自己舞台的时候相遇 她说 那不如在上一次小于浩老师帮你揭秘了之后 我们这一次一起帮她揭秘 我们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惊喜 看看有没有可能把这一个舞台做得更漂亮 我当时我的脸通红了 我说我没有想到 所以说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情 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不对 今天我们不是重点 然后我们就是一个合作的舞台 所以大家还是把注意力转回去吧 谢谢 小于浩 这一次这个节目 其实这个节目 对于你来说 其实已经很值了 对不对 对 在来之前 就是在上一次的时候 我的心态特别地放松 因为我觉得 肩膚 肩明对我来说 一点都无所谓 因为我在小于浩这个名字里 被保护得特别好 但是这一次不同了 这一次来了以后 当我知道肩明意味着 你有机会唱下一首歌 我就觉得突然一下 我就拥有了所有的欲望 想要被揭明 所以我们两个就是 带着压力和动力 一起全力以赴了 对对 所以这一次 我压力比上一次更大 合作的时间越长 我就发现他其实是一个2.0的我 他其实更在乎这个舞台 更在乎每一次的机会 特别怕犯错 其实他才是安慰我的那个人 因为他说我们都是普通人 我们要做的就是 当好这个拿着话筒的 普通的倾诉者 能唱好这首歌就够了 所以今天就够了 其实坦率地讲 小于浩老师 在我们这个节目的歌手里 我算难听的了 就是也许不是最优秀的那一波 但是坦率地讲 今天这首歌的表演 我是被完全感动到 仅是表演的部分 就是每一个细节都弄得特别 特别的甜 但是又不腻 我唯一准确的描述 就是有被甜到 就是真的非常感动 观众感受非常好 就一切都是对的 对什么技术 唱功啊什么 都是为了传递感受 如果我们只是推荐的话 我会百分之百地推荐 今天把小于浩老师的名字打开 对 谢谢罗老师 谢谢 我太感动了 罗老师 这是您第一次夸我 我终于被罗老师表扬了 我 我每次都是特别忠于内心地说我真实想法 所以这次也是一样 好 经过我们 经过我们甜蜜的分析 锦锣密鼓的讨论 他的名字叫做 锦锣密鼓的讨论 锦锣密鼓的讨论 值得 值得 好 谢谢 谢谢 我真的没有准备好自己的借名感言 我准备的是失败感言 大家好 我是李沙明子 我是歌手李沙明子 其实 我的职业就是主持人 我有演戏 但是音乐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职业 它是爱情 是我的避风港 是我要去赚钱养活它的一个梦想 一个热爱 所以其实来到这里我是带着一个问题来的 一个喜欢音乐的普通人 他可能没有太多的天赋 没有太多的机会 他也有自己的本质工作 那他有机会 或者说他有资格去追求这个梦想吗 现在此时此刻 我得到了这个答案 答案是有的 谢谢老师们 谢谢宝藏歌手 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告诉大家 我就是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的原创歌手 李沙明子 最后一句送给所有人 希望你们可以和至爱的一切 人事物相依为命 谢谢 谢谢 我就一直在思考到底什么是对的方向呢 我觉得喜欢的方向就是对的方向 因为我就活一辈子 我觉得 在这一辈子中 能够把自己喜欢的事情 一个一个打上小勾勾 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 谢谢大家